Facebook公司 面书Facebook创办人 约升世界第三首富 面书Facebook公司共同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 上周五 刚刚追过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成为全世界排名第三的超级富豪 再次证明 高科技是创造顶尖巨富的基石 上周五 Facebook的股价上升了2.4% Zuckerberg的身家 再次上仗 现在只有网购龙头Amazon.com的创办人 Jeff Bezos 和明远公司Microsoft的共同创办人 Bill Gates 他们的财富 才能领先Zuckerberg 这些是有史以来 世界上最富有的前三名 都是来自科技界 34岁的Zuckerberg 现在的资产是816亿元 较87岁的巴菲特 身家又多出了3.7300万元 巴菲特是投资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主席和行政总裁 Zuckerberg的无声主要靠投资者对这个社交媒体的不断追捧 三个几月前 Facebook曾经因为数据私隐额线问题 导致每股一度跌至8个月最低价的 每股155元2号2 科技界的资产值 占了彭博Bloomberg经济研究指数的五分之一 较任何一个界别都为多 这个指数目标是全世界最富有的500名人士 而在纽约股市每个交易日完成更新一次 巴菲特曾经是全世界首富 但因为由于2006年开始 作出大量慈善捐献 因此财富现在不及其他三名科技巨头 Suckerberg就承诺在他有生之年会捐出百万之九十九的Facebook股票 天后博士记者 雷健感报道